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BOSS的降噪耳机的一个开箱视频 耳机呢 对于喜欢听音乐或者对音质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 耳机对耳机的质量也是要求比较高 其实教我的话基本上每天都需要听音乐 所以耳机对我来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从很早之前我就有这个 这个Beats的耳机 Beats Studio 而且这个是最早一代的 最早一代的耳机 它还是跟这个Monster是联名出的这个Beats的耳机 然后那时候也那时候很早 然后就买了一个特别骚的一个粉红色 然后其实到现在这个耳机的质量还是还是特别好 它这边有一个开关 然后这个是可以暂停键 然后这边是可以装电池 对这个还还还是不是充电的 需要换电池 对需要换电池来给它提供这个电量 对其实到现在这个音质还是特别的棒 然后这个是最早之前的一个耳麦耳麦的耳机 音质特别好 后来就用了这个比较轻便携带的这个Beats in Air这个耳机 这个也是音效特别的棒 音效特别的特别的好 然后这个红黑也是当时的一个经典款 对 然后这个是Beats 然后后来就换了这个因为变成了无线狼牙耳机 然后就变成了这个Beats X Beats X Beats X的话是就可以用苹果的这个Lightning接电口对它进行充电 然后这边的话有开关一个电链的显示 然后这两个耳机如果不用的时候你挂在脖子上 还有吸附性 所以也不容易掉 对 然后后来就用了这个 用了Apple的这个 Apple的无线耳机 然后因为这个是特别方便 然后也特别容易携带 体积特别小 所以就基本上都用这个 已经用了很久了 从第一代出了之后 然后也没有换第二代的无线充电 然后这些都是都不是降噪的耳机 虽然说这个音效是最差的 其实跟之前的这些Beats相比 但是这个也是用的最多的 但是后来觉得就如果对音乐的音质要求比较高的话 就所以我最近考虑也有朋友给我推荐 好多个朋友给我推荐 他们用的就是这一款的降噪耳机 平时听音乐的话 所以我说就买来试试看 然后给大家做这个开箱的视频 这边是Quiet Control 30 Boss 这旁边是一个Boss的标志 Boss的标志 然后这边是一个一些说明 然后各种不同语言的说明 然后可以用Mate for iPhone iPod,iPad和Android,Bluetooth 然后就给大家打开 这是一个纸壳 然后里边有一个黑色的盒子 在下面有一个Boss 然后右边是可以打开 这边有一个耳机的图 耳机的图样 然后这边打开 右边也可以打开 右边打开的话 这边有一张图 然后是一个女士 戴着耳机喝着咖啡 然后听着音乐 然后中间这个就是耳机的本身 中间这个就是耳机的本身 然后这边可以 拿出来 一整个都可以拿起来 这个可以拿起来 最上面是耳机 然后下面这一层是有一个保护外壳 可以方便携带 把一整个可以放里边 然后这里边有不同的耳廓大小的一个小配件 两个配件 然后最下面这个是一个数据线 一个数据线 然后在下面是使用说明书跟保修卡 使用说明 然后先把这个放进去 这些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耳机 这个耳机拿出来 这个的话是可以放在脖子上进行携带 然后 这上面有一个充电的 充电的一个接口 充电的接口 然后这下面是一个电量的 电量的显示 和一个蓝牙的配对 电量显示跟蓝牙的配对 然后右侧呢 有一个音量的按钮 音量的按钮跟音乐的切换 音乐的切换 对 然后我现在把 因为它这个灯还是在显示 然后跟它配对一下 蓝牙配对一下 然后在下面就有其他的一些设置 Bose Quiet Control 30 然后连接 一连接 然后上位安装 它有一个要求 它连接完之后 它会有一个Bose Quiet Control 30 可以配件使用了 上位安装的APP 你是否要对它进行安装 然后给它下载 然后给它进行安装 然后这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要求 所要求安装的APP 然后给它打开 是一个Bose的界面 同意 语言的话就普通话好了 继续 对 告诉你怎么进行携带 请戴上耳机 掌控灵的环境 然后这个是一个 请用耳机的向下键调整 降噪的功能 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进行降噪的功能 其实这个就已经很明显了 刚刚环境当中 往这边按的话 环境当中的吵杂的声音都能听到 然后往上按的话就开始降噪 基本上到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听不到声音了 然后下一步 然后这个也可以自己直接控制 就是外面的声音 然后到里边的降噪的过程 对 这个是通过 对对对 我现在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对 然后现在就听不到 对 然后这个是可以用手机进行操纵 允许通知功能 然后分享音乐 现在就可以先听听看音乐 现在的话基本上就 只能听到音乐 只能听到耳机里边的音乐 对 我觉得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就是完全纯响的音乐 只能听到 只能听到音乐 其他的东西基本上就听不到 嗯 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也是非常值得买这个东西 先把音乐暂停掉 先把音乐暂停掉 先把音乐暂停 然后把耳塞拿下来 对 然后把耳塞拿下来之后 就 就能听到比较嘈杂的声音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开箱的过程 我用几天之后 然后再会做这个 这个耳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评测吧 对 今天只是一个开箱 然后我感觉 还是比较值得买这个耳机的 对 因为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听音乐 然后对音质的要求比较高的话 这个耳机是非常棒的 对 然后也是跟那个 耳麦比 波斯跟 Sony 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降噪的耳机 但是那个就特别大 不方便携带出去旅游啊 或者说是在 在其他的那种途中的话 就是这个耳机会比较 比较方便携带 所以我还是推荐 买这个耳机 对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